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後倒大煤就是你自己 很多時候說真的 我們在上禮拜看到郭董講說貿易戰 要打五到十年 結果還有一些人告訴你不會啊 馬上就要解決了 你看 郭董那麼有錢 你那麼沒錢 你在那邊嗆人家什麼 我請問得位投資朋友 對不對 我不多講什麼 好不好 對不對 泰鼎 不是泰鼎 前面泰鼎掌過了 掌風翔 對不對 那我也跟大家講過 有一家公司在東南亞 布局金融的 叫中租 這我也常見看好 我們不多講什麼 反正回到我們今天要跟你講的問題 對不對 昨天 明年會成長的產業跟你講過了嗎 5G車用 我講到不想講了 對不對 ABF 今天 瑞幸出了一則報告 看好新興跟南電 不用多講了 南電跟你講了幾次 新興跟你講幾次 甚至連景碩 我都告訴你 我們空單 獲利回補完 不要再空了 我不要造成精神錯亂的錯覺 對不對 跟你講了 車用裡面還有什麼電池 Dandy 最近一堆人買這種股票 我不予置評 好不好 我不予置評 反正你們昨天掉下來了 今天可能還有點賺錢 很多人賠死 我不知道 對不對 你怎麼不去 不要說你怎麼不去 蒼園科 對不對 法縮錢你就該去買了 我不多講了 反正那不是我的事情 對不對 還有什麼 Mini LED 我們談什麼 台表科 對不對 事實上包括2448經典 我也看好 我等它 跌下來一點 我要買再買 就這樣子 那美股呢 投資朋友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了 美國股市接下來 它一定比台北股市 跌的 還要急 還要凶 你不要不相信 這是今天下午 我某位在自營商的朋友出去吃飯的時候傳給我 我快笑翻了 對不對 1點43分 說完牌就出去吃飯了 他說 我們公司專看美股的早上說 昨天美股是show cover 對不對 談個一兩天之後繼續跌 不過好笑在後面這句話 不過它的話沒什麼參考性 它年度停權中 馬的都不用做股票 羨慕 閒得要死 我告訴你 這一波 到年底 你會覺得奇怪 怎麼會有很多資金集中的這樣子 大家拼命起來買南電 拼命起來買星星 我個人相信今天南電 投信買超的南電 投信買超南電的數目 一定比星星還要多 對不對 看得出來強度的問題嘛 那星星呢這邊好像有人25塊錢要供應籌碼 不過我說真的長線 我已經講過了我看好啊 ABF嘛 對不對 ABF載板在5G的應用 包括什麼GPU的應用之下 然後什麼層數越來越多 需要什麼 需要的工法越來越強 所以它要漲價 都跟你講過了 所以 ABF佔比最少的叫做 3189的景碩 你也不要去空它了 我說真的我看不起景碩這家公司 你也不要去空它了 好不好 說到做到嘛 對不對 說到做到我不多講什麼了 蘋果 我們借用一下 王博士在頂尖對談第一集 特別告訴投資朋友 怕死人 怕死人 我只能這樣跟他講 真的是嚇死人 他說這是第三隻黑天鵝 當時蘋果談上來 他直接往下畫 不過一個月而已啊 一個多月嘛 現在12月幾 現在12月11日啊 一個月又10天 投資朋友 你看嘛 你看 本來在這裡耶 投資朋友 你本來以為在這邊 他畫 他還比較含蓄了 他比較含蓄了 畫在這裡 你大概190上下這裡啊 222讓他畫190上下嘛 對不對 以為你190上下 結果現在多少錢 163.3啊 昨天盤中破底 還好收出一個下影線 這一次呢 美中貿易戰的插曲 太有趣了 為什麼說太有趣了 真的是插曲嘛 哪有 哪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我請問你 竟然有這種事情發生 高通跟 這個蘋果狗咬狗 跑去福州 終極人民法院 現在終極人民法院限制 除了iPhone X以前的 所有機種都不能在 中國賣 當然蘋果說沒什麼還是繼續賣 對不對 因為他要抗告他什麼告 我們不知道 但你看到 跌得比預期又快 還快還要準 還要很 為什麼 因為走空啊 趨勢走空啊 你不信啊 對不對 每個人都告訴你 巴菲特還在買 投資朋友 巴菲特身上有多少錢 你身上有多少錢 我請問你 你222元買的 蘋果 買到現在為止 你大概也斷頭了 如果你融資的話 對不對 這我不多講了 好不好 對不對 這我剛剛講的嘛 我們不多講了 我們一再而再跟你強調 不是不能做多 但是 有一些 蘋果供應鏈 最近每個人都在罵的叫可承 對不對 還有包括我們之前講過的加聯益 最近每個人都在罵 我們就不罵了 我們算講很早了 投資朋友 我算講很早了 對不對 可承 加聯益 我工作顧 接下來要跟你講了 其實我講過也很久 只是我們一直沒有出手的空單 叫做玉金光 沒有關係啦 算了 對不對 我饒了你們 好不好 我饒了你們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我盡量去尋找有多頭的股票能做 除非 多頭都不見了 除非都不會有股票漲了 否則我不做空 我知道跟著我的會員 喜歡的是做多 最近經濟來的 每個人都在問長元科 對不對 每個人都在問星星 還進來一位有趣的 你知道嗎 今天應該說昨天 有一位放空 景碩的進來了 投資朋友 不是我的錯 對不對 我今天島上打個電話給他 我告訴他天地良心 那不是我的錯 他說不是啦 那個 看別人的電視的 空景碩空南電空星星 那真的喝起來 對不對 我不多講 反正那個與我無關 對那與我無關 參考嘛 好不好 當我沒講 有反彈 是上天的恩賜 沒反彈很正常 你不用想太多 人家沒有人欠你 對不對 沒有人欠你啦 對沒有人欠你 對不對 沒有人欠你 這是今天 瑞士信貸所出的報告 對不對 他說怎麼樣 我們去 升高這個 怎麼樣 升高這個目標 目標價 這個 什麼 UNIMICROM 對不對 就是這個星星嘛 NY NYPCB 藍牙電路板嘛 對不對 22跟37 事實上他同時間 他也把怎麼樣 他們也希望景碩 怎麼樣 也有機會受惠 所以他把景碩目標要升到49塊 不過我跟你講 景碩受惠是最少的 你放心好了 因為他的窄版做最少 我們不多講了 反正內容就自己講了 好不好 我告訴你 他們已經賣我很多很多很多了 對不對 CS 就是瑞士信貸 他們家裡可能用撥接 我們家裡 我們是光纖上網 不太一樣 好不好 我們光纖上網 他家裡用撥接 我在11月28日在盤中第一線 我這裡現在已經沒有了 對不對 我已經告訴你了 關於新興南電緊碩ABF 我需要再唸一次給你聽嗎 好不好 ABF因為什麼 AI HPC 5G Server使用層數增加 從以前4到6層版 變成8到10層版 今天最新的報告也有寫 對不對 客戶為了確保穩定產能 主動加價 然後呢 新蓋儀做ABF宅班廠 會比幾年前的100多億貴很多 除非有穩定訂單 否則沒有人願意冒這個險 對不對 往年第四季是毛利率高點 希望今年也是 雖然說願營收高點可能是10月份 明年第一季不會像往年那麼慘 因為ABF宅班的接單很好 那之前為Intel蓋的那座廠 第三季終於賺錢了 這是我們的研究員 去摳完 新興之後 他所寫的memo 這才重要 不是寫了一篇 又抽又長的報告 隔幾天之後 富邦就出報告了嘛 對不對 我不需要又抽又長的報告 我需要能夠抓到重點就好了 對不對 所謂的打蛇打七寸 讀書不求聖解 意思就是這樣子 你不用知道到說真的 那個在做什麼那個在做什麼 你不用知道 對不對 你略懂的話 你可能賺得更多 你懂太多 你可能什麼都賺不到 對不對 這樣跟大家講 好不好 這個新聞也給大家做參考 對不對 我們今天特別把它挑出來 今天幾個壽險新聞 第一個叫什麼 降壽險會損 故立雄欲言又止 第二個叫什麼 中間我把它撿不見了 這邊才對 南山11月虧損7.3億 對不對 壽險11月獲利 古債 古債會夾殺 投資朋友 我們先從我們之前就講過這新聞來講 你記不記得這新聞 長庚仔 對不對 你長庚 這是11月27日 新聞一出來我馬上跟你報告 我說真的我長期間在研究壽險股 因為我看不懂它的財報 它不像紅海的財報那麼容易讓我們看懂 喔原來是這個樣子 原來裡面常有魔鬼 壽險股裡面壽險的財報 藏多少魔鬼 我都看不懂的 你說老師 你快技師 你能看嗎 我跟你說 學海無雅 對不對 我看不懂的可能性很高 你不要懷疑 我沒有什麼都懂 我先跟大家聲明 好不好 這新聞跟你講過了 我說建議你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你趕快把你手上的 壽險為主體的股票趕快出掉 尤其是這個當事主叫什麼 國泰金 投資朋友 你不要懷疑 你不要懷疑 不要跟你說 投資朋友 11月底知道的啊 對不對 新聞出來是這一天啊 新聞當天下午就有了 是11月26日嘛 李長根跟你說什麼 再給你看一次 他說他會盡最大努力 保護保護資產 為什麼 我後面那段好像沒寫 他說怎麼樣 因為台灣沒有升息 造成國內跟國外的利差變大了 他們光避險成本3% 說真的 你要找到比3%好投資的標的 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呢他們不賠都很難 李長根在11月底 在11月26日已經這樣跟你講了喔 對不對 他已經告訴你你要小心了 你不相信對不對來啊 11月他們已經都看到11月報告了嘛 對不對 壽險 匯損 他說怎麼樣 壽險業今年前11月匯對損失高達1780而已 這是匯對損失不是投資損失喔 引發力為關切 經濟管理主委說 這個呢台北利差大造成避險成本增加主要原因 我們知道嘛 去年壽險幣成本1.7% 今年前11月拉到2.6% 但因為沒有人能看出匯率的方向 所以一定要避險 對不對 但他強調 壽險業今年獲利相對 而遠啦 比去年還有成長 至於被問到是不是有新的 新售事或政策工具可以協助 這個壽險業降低成本 顧利雄預言又止說 除非央行 就央行升息嘛 對不對 那改口說不要害我被罵 雖然還沒有說完但答案 很明確 他說央行如果升息 可以有助於縮小台北利差 就可以有效降低 壽險的避險成本 對不對 那這個內容給大家自己看就好 壽險業會損很多 這其中之一 霧瀔雄 我不想知道 對不對 禮藏羹減肥 我比較想知道 不過說真的 現在 對不對 像4個月減5公斤算正常 如果你一個月 就減了4、5公斤 或者是一天就減4、5公斤的話 我麻煩你 記得去看醫生 對不對 真的會出事 我這樣跟你說 來這個來了 南山11月份 虧損了7.3億 對不對 因為市場行情不穩定 11月實現較少了資本利得 所以呢 包括11月份的台幣 對美元回升 產生灰的損失 所以 昨天公佈的 字節的 單穴競損7.3億 同事朋友 這一次 我們的財報課程 剛好 也特別拿了南山的母公司 叫做潤泰鑫出來分析 說真的 我昨天跟大家講 魔鬼藏在 虹海的財報裡面 結果我看了半天 沒有人因為這一句話 說要參加財報課程 隨便你們 你不想知道最好 反正眼不見為盡 你們就繼續把虹海 抱到天荒地老 你們就祝福 郭董能夠吃百財 好不好 你就去祝福嘛 干我屁事啊 對不對 你多賺一點 反正你也不會分我 對不對 那我今天告訴你 其實我剛好有分析到 南山的部分財報 在潤泰鑫裡面 我真的建議你 持有潤泰鑫 潤泰權的 你要知道 你不要怪我沒跟你講 好不好 你不要怪我沒跟你講 好不好 不多講了喔 對不對 你看 你看 長輩哇好厲害寶貝收入428億 比信用通信長2% 那又怎麼樣 對那又怎麼樣 再來這個新聞 授險11月獲利 股會債 股債會夾殺 對不對 匯率會對損失 股票又賠錢 債市又很慘 升息嘛 對不對 債券價值掉下來啊 你必須要去 在帳上去評估嘛 什麼F29 對不對 這一次我們在 我們的內容也講F29 不過說真的 那部分你不用了解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好不好那沒有關係 反正 他說11月份 大型的受險公司 匯兌成本都極為沉重 對不對 避險成本都26.6%了嘛 那四第四季的股災連連 衝擊15家上市規 金礦公司獲利表現 受險金礦更是重災區 你不信就也罷啊 你覺得國泰很會做 你就給國泰做嘛 對不對 我們不能跟你多講什麼 反正那你家的事情 不是我怪你的 從來沒有叫你去買過富邦金 從來沒有叫你去買過 國泰金 我說真的 你硬要我去買 銀行股 我已經講過了 5876的上海商銀 我勉強可以接受 2809的金城銀 對不對 我勉強可以接受 不過金城銀我希望 他有30以下在弄 因為他每年只能配 1.5元現金股息 對不對 上海商銀多一點 可以配到1.8 大概如此 我這個我不要多解釋什麼 那你家的事情 對不對 免費的資訊 提供到怎麼樣 有效為止就好了 對不對 昨天跟你講的那些明年會長長族群 5G車用 ABF 我少講了一個COF 今天油田漲停板嘛 今天油田 去轉投資的3535也漲停板 我少講了COF 沒關係就沒講 對不對 都跟你講過 還有什麼 FOD 不是SOD 你每天看 片子看太多 一直以為是SOD 對不對 FOD Fingerprint on display 好像這樣寫了吧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叫FOD 這些公司你要好好去留意 他們明年有成長性 對不對 還有什麼 社長要回來台灣社長 我昨天講了一檔股票 你會覺得很神奇 我昨天講廣達 廣達說他高階伺服器要回來台灣做 那鴻海呢 鴻海說高階於端伺服器要到威斯康星做做 那你要投廣達一票還是投鴻海一票 我個人投廣達一票 對不對 不多講什麼 好不好 這是你家你自己的選擇 好不好 鴻海贏業績賠股價 他真的贏了業績嗎 鴻海第三季財報非常漂亮 三綠三生 但是你一翻開財報 除了損益表之外的財報呢 有哪一個表出了很大的問題 說真的 對不對 你都看得到 難怪外資會賣嘛 說真的我誰懶得去看鴻海財報 又大又複雜 這大關 對不對 有句成語可以形容鴻海的財報叫 偉大不掉 不要很大都不會流下來 那不多講 鴻海11月營收 突破6000億 達到6014億 歷年來單月營收次高紀錄 年增5.59% 厲害到嚇死人 對不對 然後包括 手機 消費電子 對不對 包括運算類什麼的一大堆 哇好厲害 1到11月份 哇增加了16% 好厲害好厲害 好厲害 那之前他就跟你講 他說後事很樂觀 到明年1月之前公司都好表現 開心就好 好不好 你我開心就好了 昨天我相信很多持有鴻海的 股民們 是很難過的 對不對 我看到電視上有一個分析師講 他說 鴻海破底就算了 你的股票 還剩下八成 不夠衰 對不對 我告衰 不看股價只看公司未來 他覺得很有信心 那是他 不是你 對不對 巴菲特220幾塊在買蘋果 那是巴菲特不是你 巴菲特他能夠撐過 景氣 這個景氣 景氣的一個循環 你撐得過去嗎 今年光是一檔國劇 同學朋友 今年光是一檔國劇 多少人畢業 你到PTT看就知道了 多少人國劇畢業 對不對 我今天附帶送你 好不好 附帶送你 我今天其實我在lightlight有寫 請你看一看國劇好了 我不要多講什麼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我提醒你這樣看 天啊 我今天在按的時候忽然嚇了一大跳 天啊 對不對 自己 看看啊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 對不對 沒有錯 國劇這一波段從 不到300塊292 拉到400多塊 拉到上個禮拜 我知道幾乎所有分析師都在跟你講國劇有多好 但是請你不要忘記了 這種今年獲利很好的公司 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年積極高 明年成長性自然變差了 不要說國劇 對不對 籌碼比較集中的華興科都有類似狀況 我建議大家包括這些股票投資朋友 中美金 對不對 融資開始暴增 好不好 6488環球金融資是沒有什麼增加因為比較貴 但是我還是提醒大家我善盡告知之義務啊 這種公司 我是不會去買的 好不好 我也是建議大家 你來參加會我叫你砍 叫你砍就這樣而已嘛 對不對 要買什麼 投資朋友 我們先講過了嘛 這種股票 星星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你都知道的 你不要說什麼 對不對 包括這個我們都已經沒有了 好不好 軟移現在持有的叫 置義給你轉嘛 好不好 對 這我不多講 5G這些股票 它才是真正的主流 你看到連4906的這種爛公司 正文 正文前三季 賠了0.1億元 它也在漲 那你還看不懂 你還看不起5G 我也沒辦法 好不好 我希望你看得起它們 對要看得起它們 好不好 這個東西給大家看 產業大容疑精準 精準移轉什麼的一大堆 講話很厲害 剛剛提到了嘛 德州要去做什麼 雲端伺服器 我剛剛講錯以為是威州 墨西哥做網通與雲端 對不對 與雲端 台灣叫做技術大本營 這到底有沒有要擴廠 人家廣達要把高階的伺服器 移回台灣來做 我看到這新聞有多感動 對不對 起雞去買茂迪的廠 解決茂迪的燃煤之急 茂迪 每個季都賠錢啊 對不對 起雞去買茂迪的南美 這個什麼台南廠 他要擴廠 好不好 當然好 台大電在台灣要擴廠 好不好 當然好 對不對 吳寶春要去上海 開麵包 麵包店好不好 當然好 對不對 今天朋友開玩笑 說說吳寶春去火星開麵包店 火星人一樣的要求 他也會在火星告訴你說 開記者會告訴你我是火星人 一樣的道理 生意人嘛 對不對 誰不為了錢低頭 誰不為了五斗米而折腰 但重點這次大家在罵什麼你知道嗎 先前吳寶春話真的講太滿了 對不對 你剪彩的時候找鄭鴻怡來剪彩 現在呢開記者會你找韓國瑜 我說真的 現在台灣真的是很悲哀的一個 很悲哀的一個國家沒有錯 對不對 我們也不多講什麼 我在昨天直播跟他講 今天假設我要去 如果我去上海 如果我去上海 從事一樣做頭顧 或者做其他的行業 我也會說我是中國台灣人 我也說中國台北 你有什麼辦法 中國現在這樣要求 你就不要再苛責做麵包 只是說 他麵包很貴你就不要去買這樣而已 不要說我抵制他 他麵包真的很貴啊 對不對 他麵包真的很貴 所以我就不太想去買 那以前呢 以前我覺得他麵包還好還蠻好吃的 現在我就覺得他麵包很貴 這是我心裡的問題 你不要你不要理我好不好 你不要理我 對不對 鴻海 好不好鴻海 對不對 大摩 跟你講什麼 這個 11月份的營收 UP 大家叫UP 對不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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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不是 DOWNSIDE RISK 那個 UP UP 6% YOY 對不對 BETER LAND 什麼LANDFIELD 就這樣 反正就 BETER嘛 對不對 ECOWEIGHT 什麼ECOWEIGHT 像雞 叫什麼 雞肋一樣 不是雞肋 那是怎麼唸 對不對 實之無畏啊 氣之可惜啊 加工叫鴻海 對不對 那我剛講過了 昨天我看了一下 看來大家興趣是不大的 不過沒有關係 好不好 你可以不要學基本功 什麼都沒關係 但是我希望你要能賺錢 賺錢才是你真的是應該做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在市場裡面 漲也賺不到 跌也賺不到 今天我看到一堆的 一堆的什麼 一堆的同業們 今天 對不對 買漲停板油田 恭喜你們 你們賺大錢 恭喜你們啊 對不對 我沒有在酸你們 你為什麼不去思考 現在油價跌 有哪個產業 反而是好事不是壞事呢 你怎麼不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今天建議我的會員 利用這個機會 去買一檔 油價跌啊 油價跌會賺不少錢的股票 我只能這樣跟大家講 好不好 油價跌會賺不少錢的股票 買一買它就上去了 沒什麼 其實買上去不是很正常嗎 不是很正常嗎 有很多的公司 我說真的 像這次的車店股票 雖然我們早就賣掉了 茂蓮 他們創新高 有耶 茂蓮先前最高多少 216元 我講過了嘛 特斯拉狀況還真的不錯 對不對 那還有哪些特斯拉的股票 值得大家去買進的 事實上我都鎖定好 但是我跟大家講 我鎖定好的股票 我不是看到股價一拉 我趕快去買 我會等到 它落入 我認為可以買的買點 對不對 先把什麼 先把 準星劃好 再去秒 就類似這樣 就跟大家講 我一定要等 而不是怎麼樣 一時星期 避人進亂買 對不對 因為這樣我說真的 這樣 一時星期避人進亂買 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好不好 那這邊跟大家提到 對不對 昨天講過了 如果你還有興趣 你可以去看我們昨天 在我個人 會計師是股市第一線 對不對 我的頻道裡面 昨天跟大家提什麼 5G車用FOD ABF 等等 明年不錯的族群 FOD我們講了 講名跟你講 現在高檔震盪的股票叫做6462的神盾 我擺明就跟你講這一檔 好不好 我講過了 不在怕你 今天有人去放空 我沒關係 對不對 我只這樣跟大家報告 真的假設 明年 你要好死不死 郭明錡說沒有啦 對不對 你要好死不死 真的iPhone出現FOD 我告訴你大家都是FOD 當然現在FOD還是有它的問題存在 不過你要知道現在兩大陣營 我昨天跟大家講了 一個陣營是惠鼎跟 神盾所帶領的 神盾主要是做演算法 對不對 所帶領的光學式的FOD 另外一個是什麼 蘋果陣營 對不對 不是蘋果陣營 高通陣營帶領什麼 超升波FOD 那當然我們要跟高通很好 不太容易 不過台灣有一家公司 跟高通很好 叫做2458的翼龍店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 我已經跟你講了喔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 都跟你講明了 看你敢不敢而已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過 空頭市場 一樣有多頭的股票 但是那些空頭的部分 我請你 避開再避開 真的是千萬 小金帶小金 現在它就落在哪裡 對不對 智慧機 不管你出華為 不管你出蘋果 我跟你講都一樣 對不對 那不用多講什麼 明年的需求會掉下來 明年出現停止空棚 都有可能 對不對 那這些大佬談話 我昨天 都幫大家整理完 在我的直播節目 跟大家講過了 我希望你還有機會 還有時間的 你自己回去看 好不好 我不多講什麼 學頭大決戰 我想我主要 我們還是希望 如果 你在操作上面 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沒有辦法賺到錢的 歡迎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名額有限 請速上座 細節你的安全帶 祝大家操作順利 全天 在市場上 在市場上 剛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